但是呢,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,我需要跟小伙伴们说的是,关于呼吸这不是一个定论,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构造不一样,我们的脉搏频率不一样,我们的身体结构不一样,我们只能说一个大概,什么时候可以去做这个呼吸,但这不是一个死规定,我们必须按照每一个人的方式去灵活地运用它。 我知道很多的小伙伴们很着急,因为在同一个班里面啊,经常会听到老师说,你不要憋气,把重心放下来,哎,吐气,是不是你的老师也这么提醒过你呢? 那我们现在呢,用两个步子来给大家演示一下,什么是呼吸,一个是我们的轮板律动,一个是我们的轮板方形步,然后大家在课下的时候呢,一定是去拿慢的音乐,慢的舞步去找你的呼吸,当你找到你的发力方式以后呢, 慢慢的你再去加一些快节奏的音乐,比如说恰恰,比如说samba,那一开始建议大家都用伦巴去找你的呼吸节奏,第一个动作伦巴的律动来说一下我们的呼吸,无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是脚点地还是收脚的状态,我们第一个次拍为什么叫做起始拍,也就是准备拍,这里啊,看。 大家能够看到我在起始拍的时候明显的做了一个准备,哎,呼吸,哎,那么我们在收脚的时候同样的,然后才开始跳我们的律动,很多小伙伴在练习的时候老人说,哎,准备好,2,3,4,1,他是干干的站在这里的,2,3,4,1, 就开始跳,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拍是给大家做准备的,做准备的时候这里就要开始做呼吸了,低气,好,吐气,2,然后又开始,呼气,换重心,放重心,3,然后, 吸心的小伙伴们都能看得到啊,我每一次在转换重心的时候一定是吐气的,如果你憋在这里, 你的胯位是不能够完全放下来的,我们在舞蹈当中的每一个细节,包括我们的呼吸,都是在帮助我们做舞蹈动作,呼吸不单单只是呼吸, 它是有功能性的